董山國社的辦理照封六戒國雄路的活動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今年在文化部文主教的補助之下更大辦理 增加北合区、仙草、和黨兩間國社 又還有報門区的文山國社 從內地有三区七近學校的學生來走這條雄路 館市、仙家做立合市的時候 我們這個文化部來選定做國庭民宿 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最主要要給大家感念說 我們的仙人一路走來要辛苦 後來的小孫不能再辦不去 董山國社的校長曹青衛表述說 譬如團雄專定的國庭路大概有10公里 園路的環境比較危險 所以這次特別幾個大概有3、4公里的路 算是給客生來提供 同時這段也是最難走的算路 希望說參與的客生 可以了解國庭路的歷史 又還有在地的重要的文化 讓孩子體驗 陰佛族最難走最艱辛的這一段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過程讓孩子跟老師可以體驗到 飲水思源感恩報則這個核心的一個理念 覺得今天走向路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文化的傳承 讓我們親自感受在地的體驗 覺得意義非凡 雖然很累但是可以體會到 胡卓馬跟那個走向路的 由來與古人的 呃... 的精神 覺得十分 抽獲良多 第一個跟他合作這下 為佛旋師出發的警告佛文師 再讓國庭路的活動完本結束 但是有曹清偉的表述說 這次有來組辦問的小孩參加 不管是山頂或是海邊的學校 歡迎大家每年都可以來參加 南天新聞為代東山 蔡宏博德